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篇文章 拔高习近平执政功绩 指此次会议是18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 赞扬习近平为党中央掌舵领航 并称习近平为改革家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共三中全会15日在北京召开 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做工作报告 并就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当天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转发新华社的文章 歌颂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掌舵领航 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 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掀起全面深化改革的春江大潮 还赞扬习近平以全新的改革思想指导新实践 引领新变革 成为指引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根本遵循 新华社发表特稿称 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 他们肩负相同的使命 使中国实现现代化 但两人面对的形势迥然不同 文章指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的1978年 中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 改革几乎从零开始 而2012年习近平执政时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 低廉劳动力等许多发展红利正在消退 文章说 1978年 邓小平通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而2013年习近平主导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 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 纠正了为GDP论英雄 提出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用的新发展理念等等 此外 零容忍的反腐斗争十多年从未间断发起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文章强调 面对老百姓对于更美好生活的期盼 在习近平看来 未来要实现现代化 续写中国奇迹 仍然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 文章回顾了习近平自担任中共总书记 开始到今天 颂扬他主政期间为了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 细致指导 领先挂帅又作战出征 文章称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 掀起全面深化改革的春江大潮 而该大潮的起点 即是六月末刚刚通车的林丁阳大桥 文章指习近平在此乍响了改革开放的开山第一炮 以及吹响了新时代改革在出发的嘹亮号角 事件对应的是在2012年11上旬 中共在十八大上登顶权力高位 出任中共总书记 二十多天后 习近平首次出京南下广东 表明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的姿态 在四个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习近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并在2013年11月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上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习近平当时形容 好吃的肉都吃掉了 剩下的都是南啃的硬骨头 必须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嫌贪 文章渲染的硬骨头 习近平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触动体制内的乳酪开始 即从2018年起 精简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 直属单位 裁减21个不级机构等 官媒盘点的其他习近平的功绩还包括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其次提出司法改革 农村改革等 但舆论认为 习近平不断强化依法治国的口号下 在其治下 2015年709大抓捕后 中国维权律师几乎可谓全军覆没 中国被形容倒退回党大于法的境地 本次三中全会前夕 中共当局宣布对两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的党内处理决定 被宜将继续在三中全会完全对军队的政治清洗 此次中共官媒文章中 琢磨重点即是习近平进行精简军队 进行军中改革及反腐 今年6月 习近平还曾倾赴中共老朝延安召开军委政治会议 强调政治建军和枪杆子 要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在经济方面 文章也欧哥习近平大力推动新制生产力 打开中国改革开放之门 建立上海 海南 新疆自贸区激发社会活力等 但随着国安法等的推出 外资不断退出中国 中国经济更是断崖式下跌 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指 中国地方政府积累了高达11万亿美元的账外债务 这些包括房地产在内的项目 大多都以失败或烂尾告终 习近平提出的新制生产力也是为强先死 多家龙头科技企业被美国制裁 令最关键产业 例如晶片和人工智慧技术 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水准 对此 日本靖刚大学教授杨海英认为 中共党媒试图用谄媚之词 美化习近平的倒车更像是高级黑 他说中国人并不傻 谁都知道现在经济一塌糊涂 军队处在血洗当中 党内没有目标 人们没有温饱和保证 这样的情况下 还要说这些话 这是一种高级黑 因为也只能这样 再不能提有什么问题 只能是歌功颂德 杨海英也指 中共官媒释放出的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基调 只是维护政权和其个人权利的口号而已 而其提出的制度自信才是真正的目的 他说习近平对经济什么都不懂 他现在唯一关心的是 他在这个宝座能坐多长时间 所以他在这个会议以前 不远万里回到延安圣地 他现在天天考虑的是这些事情 他怎么能考虑到现代化的经济问题呢 旅美学者邓宇文则认为 中共官媒一面盛赞习近平改革功绩 一面强调习近平的制度自信 这看似矛盾的说法 恰恰是中共一直以来的叙事 显示中共的开放是非常畸形 因此出现习近平治下的经济方面的循环 外交上人类命运共同体 科技上突破卡脖子等荒唐做法 邓宇文说 人民日报从各个方面为习近平歌功颂德 为所谓三中全会来造势 求是发的是自信自立 这似乎是很矛盾的一个信号 但是对他们来讲一点也不矛盾 中共在他的话语体系里 一直都是这么强调的 无论习近平如何强调对外开放 自信自立会成为他基本的立场 和政府的主轴 开放它也是一个以我为主的开放 邓宇文也指出 把此前相关人士透出的消息 此次中共当局可能在财税上 做出一定的改革 以缓解地方财政府破产的危机 另外可能允许农民承包的土地流转 以及在分配体制上做出一点让步 这是化解社会危机的手段 但无论如何 习近平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 中国经济陷入停滞 财政部门也频频喊穷 近来披露的数据显示 从2018年至2023年 中国交通部和教育部等四家部门 利用所掌握的政务数据 违规经营收费 近高达2.48亿人民币 财信网报道 根据中国审计部门日前发布的 2023年预算执行审计报告显示 中央四个部门所属七家运媒单位 未经审批自定数据内容 服务形式和收费标准 依靠13个系统数据 对外收费2.48亿元人民币 其中 交通部2018年6月至2023年 所属两家单位下属企业 利用四个信息系统 政务数据 违规收费1.45亿元 教育部2018年至2023年 所属两家单位 违规利用三个信息系统 政务数据收费 5865.7万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至2023年 所属两家单位 利用五个信息系统 政务数据 违规收费 2447.07万元 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12月至2023年 所属一家单位 下属企业 违规利用一个信息系统 政务数据 收费2024.55万元 报告显示 除了利用政务数据牟利 这些部门还存在 利用节庆论坛展会 加重基层负担 违规培训和评比表彰等活动 屡禁不绝的 对此 中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陈济鸿向财新网分析说 报告指向的 可能是对外提供有偿信息服务的盈利行为 例如 公民要查取一些信息 要通过特定网站交费之后 才可以查取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孙诚认为 利用政务数据牟利 可能是原本属于 仅可以在国家机关 或行政机关等 政府部门内部流通的数据 被非法进行交易 相关单位从中牟利 也可能是相关单位 与市场主体 进行非法合作 利用串标等手段将原本应当进行严格审批程序 才能被获取的数据 以内定等方式进行授权垄断 相关单位从中瓜分利润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近日正式提名 川普为202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 这一消息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 川普同时宣布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 将成为他的竞选搭档 担任副总统候选人 39岁的万斯近年来积极支持川普 2022年在川普的支持下 成功当选为俄亥俄州参议员 成为共和党内展露头角的新星 美国之音针对万斯做了专题报道 这位39岁的80后参议员 有着不寻常的人生轨迹 从贫困的香巴佬到海军陆战队 再到耶鲁法学院的律师 最终成为联邦参议员 万斯在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 《乡下人的悲歌》 红遍全美 书中描述了美国白人劳工阶层的生活挣扎 生动解释了当时川普当选的深层原因 如今万斯是民粹主义浓厚的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 主张共和党放弃自由贸易 控制财政赤字和国际化 转而加强边境和关税控制 国家强力干预经济 以及从世界舞台上撤退 他与川普一样 认为中国在经济 技术和军事方面 对美国构成了重大挑战 支持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认为美国需要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加强美国国内的制造业 值得注意的是 万斯从自诩 绝不支持川普的人且公开骂过川普白痴和缺德 甚至曾将川普比喻为美国希特勒 到现在成为忠贞不二的川派 无疑是川普核心圈非比寻常的人物 而他的转变也引发民主党 甚至部分共和党人质疑他 不过是投机分子 在外交政策方面 万斯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 万斯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表示 反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认为欧洲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 他指出 美国的资源应该集中在应对亚洲 特别是中国的威胁上 而不是在乌克兰过多投入 他强调 如果美国将爱国者导弹系统送往乌克兰 那么台湾将面临防卫武器供应不足的困境 他进一步指出 美国未来40年的外交政策焦点应该是亚洲而非乌克兰 万斯的观点在共和党内部引发了不少讨论和争议 支持者认为 他的观点具有前瞻性 能够帮助美国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 而批评者则认为 这种观点过于孤立主义 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和盟友信任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 川普选择万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可能是看中了他年轻且敢于发声的特点 万斯的外交政策立场 虽然与传统的共和党立场有些不同 但也反映了一部分选民的心声 特别是在对中国政策的认识上 《华盛顿邮报》则指出 川普和万斯的组合在共和党内部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特别是在年轻选民中 万斯的年轻和活力 加上川普的政治资历和影响力 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选民支持 然而 两人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 也可能会成为两人竞选中的一个潜在风险 特别是在如何处理乌克兰问题上 此外 万斯的观点也引起了国际间的注意 欧洲盟国对他反对援助乌克兰的立场表示担忧 认为这可能会削弱西方对抗俄罗斯的联合战线 欧洲的媒体也纷纷报道了万斯的观点 认为这显示出美国内部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 不过 万斯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洛杉矶时报》报道指出 万斯在2022年的参议员选举中 成功吸引了大量共和党选民的支持 特别是在俄亥俄州这样的摇摆州 他的胜利被视为川普影响力的延伸 也显示出他在共和党内部的地位正在上升 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将全力支持川普的竞选活动 并将致力于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亚洲 他强调 美国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亚太战略 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他还表示 如果当选 他将与川普紧密合作 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 总体来看 川普和万斯的组合 无疑将在未来的选战中 引发更多的讨论和关注 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和观点 将成为选民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如何平衡美国的全球责任和国内需求 将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欧盟委员会15日宣布 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访问俄罗斯会晤普京引发争议后 欧盟委员会决定不派遣欧盟高级官员出席由匈牙利主持的理事会会议 而旨在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上派出高级官员代表出席 法广报道 匈牙利本月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 总理欧尔班于本月5日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欧尔班称 访问是针对俄乌冲突的和平使命一部分 其中也包括访问中国 欧尔班并与美国前总统川普会面 法新社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发言人马曼尔15日在X平台发文称 鉴于匈牙利就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的一系列举措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决定 在今年年底之前 欧盟委员会将仅派遣高级代表出席在匈牙利举行的理事会非正式会议 冯德莱恩的发言人并表示 传统上委员会成员前往轮值主席国的访问将不会举行 法新社援引巴黎高等商学院欧洲法教授阿莱曼诺对此分析称 欧盟委员会对匈牙利轮值主席国做出这样的决定 史无前例 欧盟并考虑取消定于8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外交部长级别的会议 据助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外交官称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可能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另一次会议 从而阻止各国外长下个月前往匈牙利 自7月1日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7月初访问莫斯科会晤普京引起了欧盟内部的愤怒和不满 欧尔班所谓的和平倡议并没有获得欧盟的授权 欧尔班被指控滥用其职权讨论乌克兰停火方式 此举违了欧洲全面支持乌克兰同时孤立俄罗斯的立场 一些欧盟成员国指欧尔班利用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地位来增加在海外的影响力 美国之音报道 匈牙利政府长期以来主张立即停火并就乌克兰冲突展开和平谈判 但并未阐明此类举措对该国领土完整和未来安全意味着什么 匈牙利政府对乌克兰表现出敌对态势 但同时与莫斯科保持密切联系 即使在2022年2月莫斯科全面入侵以后 欧尔班的批评者指责他违背了匈牙利所属的欧盟和北约的团结和利益 并对俄罗斯的侵略采取了绥靖战略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不仅批评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以及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并遏制欧盟在这些领域的努力 他还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 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匈牙利仍以经济利益未明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 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